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这里的sore就是动词sortir的一个变位形式 还有je le sais bien,我知道 那么sait也是动词savoir的变位 这两个动词的变位呢 因为我们这节课里面在语法部分讲到了第二组动词的变位 所以暂时没有讲到这两个 怕大家会有一些混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第二组动词的变位已经学过了这么多课了 那么大家应该也该复习巩固的都做过了 比较清楚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sortir和savoir 这两个第三组动词的变位了 嗯,一起来看一下 那其实第三组动词也是比较有规律的了啊 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其中的一些 比如说sortir,出门,出去 那么它的八个人称的变位分别是 je sors,du sors,il sors el sors je sors,du sors,du sors,il sors,el sors nous sortons,vous sortez,il sors,el sors 嗯,好的 再来一遍 je sors,du sors,il sors,el sors nous sortons,vous sortez,il sors,el sors 好,那么还有一个动词 savoir,表示知道,会 在课文当中的那个句子呢是 je le sais bien je le sais bien 我知道 那么 savoir的变位呢 其实和sors也有相似的地方 大家可以自己来做做看 好,这就是sortir和 savoir 那么今天的课后呢 大家就可以重点的再去做一做这两个动词的变位 哎,那么这两个动词分别怎么样来使用呢 其实它也是我们这一课当中比较重要的两个动词了 所以我们在这节课里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sortir 那它的第一个用法呢 就像是课文当中一样 非常简单的 它是一个不极物动词 指的是出去 出门 那就和entrer是一对反译词了 对吗 entrer,进来,sortir,出去 那既然是不极物动词 也就是说它后面不用再跟冰语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il sors souvent avec ses copains 他经常和同伴一起出去 il sors souvent 他经常出去 il sors souvent avec ses copains 他经常和同伴一起出去 这是第一种用法 但是其实呢sortir 它也有一个直接集物的用法 也就是说它后面也是可以跟直接冰语的 sortir quelque chose 那这个时候表示什么呢 表示把某样东西拿出来 sortir quelque chose 把某样东西拿出来 带他出门等等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句 sort un revolver sort un revolver 这个revolver呢 也是来自英语的一个名词 所以它的发音有一些特殊 是revolver 它指的是枪 左轮手枪 revolver sort un revolver 是怎样的一句话呢 它是一个命令式 指的是把你的枪掏出来吧 亮枪吧 应该是在决斗的时候出现的一句话 对不对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里来了解一下sortir 做直接集物动词的一个用法 还可以看一个例句 下面这个呢 就比较的平凡一点了 没有那种决斗的感觉 je sort un stylo de ma poche et note son numéro de téléphone 我 sort un stylo 拿出一支笔 从哪里呢 de ma poche 是从我的口袋里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 et note son numéro de téléphone 并且记下了它的电话 note是动词noté的变位形式 noté也是第一组动词了 所以是je note je sort un stylo de ma poche et note son numéro de téléphone 我从口袋里掏出笔 记下了它的电话 嗯 这个呢 也是拿出什么什么东西的意思了 sortir quelque chose 或者呢 我们家里如果有狗的 出去遛狗 也可以说是sortir son chien 把它的狗带出去遛遛嘛 sortir son chien 所以呢 我们只要记住sortir 它可以是不集物动词 直接表示自己出门 也可以是集物动词 表示把某样东西拿出来 把某样东西带出门 这是它的两个非常常见的用法 那么接下来savoir呢 savoir呢 一般都是做集物的使用的 那么它表示的是懂得会知道 也就是英语里的no这个意思 savoir 那一般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使用它呢 我们可以直接说savoir quelque chose 比如说savoir un secret 知道了一个秘密 secret 看词心就知道了 只能是秘密 secret savoir un secret 知道一个秘密 或者呢 savoir sa leçon 注意一下 这里意思会稍微有一些区别 savoir呢 它不仅可以表示知道某件事情 也可以表示 把某样事物记得非常的老 熟记 所以savoir sa leçon呢 并不是说知道它的课文 这个中文里也讲不通 对不对 因此这里是指的熟记它的课文 对这个课文非常的熟悉 savoir sa leçon 这是它的第一种用法 直接savoir quelque chose 那么当然啦 也可以是savoir quelqu'un 表示的是了解某人 注意一下savoir quelqu'un 不仅仅是知道这个人 而且应该是比较了解他的 就好像英语里说的 I know him 我非常了解他的 所以savoir quelqu'un 指的是了解某个人 那这是savoir 直接加名词的两种用法了 我们也可以说 savoir faire quelque chose 那么指的就是 会做某件事 savoir faire quelque chose savoir后面直接加动词的不定是 比如说 Je ne sais pas nager 我不会游泳 不过呢 Leonie老师其实我是会游泳的 而且我非常的喜欢游泳 所以我就可以说 Je sais nager et je l'aime bien 我会游泳 而且我非常的喜欢游泳 Je sais nager et je l'aime bien 就是savoir 直接加动词 表示会做某事 这样的一个用法 那最后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说 savoir que 什么什么 知道某件事 那么后面 que可以引出一个从句 直接加一个句子 比如说 savoir vous qu'il vient demain 这是一个问句了 你们知道 他明天要来吗 que引出下面的这件事情 il vient demain savoir que il vient demain 那注意要声音 savoir qu'il vient demain savoir vous qu'il vient demain 你们知道 他明天要来吗 所以在savoir后面 直接用que来引出从句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用法了 好 那在了解了sortir 和savoir的用法之后呢 接下来还有一点 要给大家补充的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 那个例句 savoir vous qu'il vient demain 你们知道 他明天要来吗 那如果你们是知道 这件事情的 可以怎么回答呢 当然可以说 savoir qu'il vient demain 但是这样听起来 就重复了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用一个代词 来代 que引导的这个从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会怎么来代它 其实有一些同学 可能已经可以做出来了 我们可以直接说 oui nous le savons bien 用一个le来代替 qu'il vient demain 所以 nous le savons bien 就相当于 nous savons bien qu'il vient demain 用le来代替 那其实这个le呢 我们在课文当中 已经见到过的 就是在昨天的 dialogue的最后 je le sais bien mais qu'est-ce que je peux faire 我很清楚这个道理 但是我又能怎么办呢 我儿子不听我的呀 这里的le呢 其实代替的 也是一个 个引导的从句 我们把这个句子 补充完整呢 就是 我知道如果不努力读书的话呢 就不能好好的通过考试了 这么长的一个句子 也同样可以用le来代替 那么下面就是问题了 这个le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我们刚刚学到的 做直接编语的人称代词呢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做直接编语的人称代词 它的作用 它应该是代替句子的 编语 那应该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可是这里的le代替的呢 是一个从句 所以这个le呢 它其实稍微特殊一点 它有一个单独的名字 叫做中性代词 虽然它和我们 做直接编语的人称代词 第三人称单数阳性的形式 是一样的 但是在用法上呢 有一些小小的区别 这个中性代词le 它可以代替上文 所谈到的内容 在句子当中呢 可以做直接编语 也可以做表语 那既然是上文 所谈到的内容 那可能是一个名词 也可能是一个句子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它做直接编语的情况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 那个句子呢 就是这种形式 那这个le代替的是 前面讲到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 那你就可以回答 就相当于 用le来代替前面提到的这件事情 那这是做直接编语的情况了 它也可以做表语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例句 医生吗 嗯 我们是医生了 这里的le呢 做的就是表语了 它代替的是前面说到的这个 医生 嗯 那这样子表达呢 就比医生 医生 医生 听起来要简洁多了 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 是我们法国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说的 她说 on ne n'est pas femme mais on le devient on ne n'est pas femme mais on le devient 我们不是生而为女人 而是变成女人 这句话呢 我们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ne是动词netre 出生的一个变味形式 netre femme 生而为女人 但是我们不是生而为女人的 on ne n'est pas femme 而是怎么样呢 mais on le devient 这里的le 指代的是 femme 在这个句子里呢 也是做表语的 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Simone de Beauvoir 法国著名的女作家 Boufoua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好 看过了这些 补充的知识点呢 接下来 让我们快速的 来过一遍 15课的 text的部分 先来听录音 texte Les enfants français entrent à l'école primaire à l'âge de 6 ans puis ils entrent à l'école secondaire Là ils poursuivent leurs études jusqu'à 16 ans C'est obligatoire 每天,他們都工作很大 他們都在8天的夜晚 他們出門到4到5天的夜晚 他們都在每天的訓練 每天的夜晚 每天的夜晚 在學校 他們有很多的探訓 而他們有很大的訓練 那我们读读 15呢 其实讲到的是一个学业的问题 关于 études 所以我们这课当中的词呢 其实也就是给大家 大致地讲述了一下 法国学生 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法国的学生呢 他们在六岁的时候 进入 l'école primaire 小学就读 l'école primaire 指的是小学 因为形容词primaire呢 是初级的 初等的这样的意思 其实 六岁 其实 al age de season 就相当于 as season 它是一种不同的表达了 在六岁的时候 这个表达呢 我们也可以记一下 以后在自己写作的时候 也可以更加丰富 我们的文笔 al age de 嗯 他们在六岁的时候呢 进入小学 好像和我们差不多嘛 那接下来呢 pui pui就是 然后接下来 雷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是不是也经常说 et puis 接下来 怎么怎么样 那他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pui il entre al école secondaire 接下来呢 他们就进入了 第二段的这个学校了 secondaire 那就是中学了 la 在那里呢 il poursuivre ses études jusque saison 他们将会继续自己的学业 直到十六岁 这里有一个短语叫做 poursuivre ses études faire ses études呢 是学习 而poursuivre ses études呢 指的是继续学业 诶 那这个poursuivre 要怎么变位呢 大家猜一下 其实它的变位形式和suivre 是一样的 le poursuivre du poursuivre il poursuivre elle poursui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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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poursuivre elle poursuivre 因为这个词呢 其实就是由pours 和suivre 共同组成的 可以说就是suivre 加了一个前缀 因此它的变位方式呢 和suivre是一样的 poursuivre ses études il poursuivre leurs études jusqu'à saison jusqu'à 直到 直到十六岁 jusqu'à saison 那我们还可以再造一个句子 就不在黑板上显示了 大家听一下是什么意思 je regarde la télévision jusqu'à minuit 我看电视 regarder la télévision jusqu'à minuit 一直到 午夜十二点 通过这个句子呢 也可以理解一下 jusqu'à的用法 直到 c'est obligatoire 这是必须的 也就是和我们一样 是一个义务教育 必须要上到这个十六岁的 jusqu'à minuitián 周六 周六 周日 还有周三的下午 比我们的学生幸福一点 他们周三下午也是不上课的 那这里有一个借词 sof 指的就是除了 基本上每天都有课 除了下面的这几天 接下来的一段 大的importance à quelque chose 重视某件事情 比如说这个例句 à notre école on donne une grande importance à la culture physique 在我们学校里呢 大家很重视体育 那在课文当中呢 是说 大家非常的重视分数 on donne une très grande importance aux notes les parents aussi fond attentionaux notes 学生家长呢 也很在意分数 faire attention à quelque chose 注意某事 今天我们学到的短语里面 要用这词 à来引导的非常多 faire attentionaux notes 注意分数 faites attention à votre prononciation 注意你们的发音 等等 这个是 faire attention à quelque chose 注意某事 si les notes ne sont pas suffisantes 如果分数 并不是这么令人满意的话 suyffisant suyffisante 令人满意的 les élèves doivent redoubler 他们就要怎么样 就要留级 重新的再来读一遍了 那其实这一句话里面呢 是省略了一点东西的 因为redoubler 应该是一个 急误动词 表示重复某件事情 所以它应该是 les élèves doivent redoubler la classe 又要重新的 再来上一遍 这个学 也就是要留级了 si les notes ne sont pas suffisantes les élèves doivent redoubler 来做几道 练习 共互 学过的内容 alor c'est tout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Salud